是一場很硬的仗來的 都犧牲了去年的亞運 那個目標都是想衝勞運的 那時候很想在勢感度補充 很可惜在勢感度補充不到 無奈地就要轉用Plan B 即是年頭的四盞世界杯 只有兩名運動員可以參加到奧運 所以開頭都很多未知數 四盞世界杯之前要去集訓 當時其實腳都還有傷 我就很低調地回來香港打自動針 即是荷蘭即日來回 希望那支針可以幫助我頂到四盞世界杯 其實開頭的計劃就是 希望頭三盞可以順利地獲得 就不用去第四盞 但是隊伍永遠都會給你一些新考驗 所以都要去第四盞 臨去第四盞之前 雙腳又有點痛 所以又是很低調地即日來回 又回到香港打針 幸好這次經過第四盞 完結之後就能成功 所以這場硬仗這半年很辛苦 很感謝教練 看完每一位幫我的同事 治療師 總會 家人 我覺得如果沒有這班喉盾幫我頂住 我都可能自己放棄了很久 還有一個人很想多謝 好像我做了很多年訪問 都未試過多謝 我只是想多謝我自己 特別是這幾年 特別是東京我運完之後 我的傷心 我的情緒都起伏得大 特別是一些傷 所以 要多謝自己 我覺得心態上轉變了 由第一屆倫敦到現在 接下來會去巴黎 我覺得心態上變得比較大一點 以前是一個自信心很爆棚 經常很想贏的一個運動員 即是 不理後果 總之 一定要做 那樣東西 但現在就 會 冷靜點 冷靜點 想多一點 平常心 即是 對每一個比賽 還有 我覺得 去到這個年紀 可以說老 可以說年輕 在運動員生涯來說 其實做得去的 但是 我都很珍惜 每一次的比賽 每一集 我每次比賽 我都是當最下一次 就是盡全力去做 靈跳